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才刚给大家介绍过 TWICE哪样的德国私生饭的事情 今天又是一个私生饭的内容 啊,私生饭的内容 私生饭 简单的说就是一直跟踪着艺人 观察艺人的一举一动的非常极端的粉丝 首先,私生饭会跟私家侦探一样 会花钱买艺人的私人电话号码 用各种方法查出艺人家人的联络处 打电话给艺人或者是家人 再来就是出现在艺人们家门口 或者是出现在非正式的行程上 他们还会查出艺人的航班 一起搭飞机 甚至还有更厉害的私生饭 他们还能查出艺人的飞机座位号码 而购买周围的座位 上飞机后偷拍,偷听 因为机票是自己买的 也没有人有权利让他们下飞机的 所以会给艺人以及周围的人 造成非常大的困扰的 就看今年也是 有两位私生饭想要侵入Channier的工作室 有私生饭打电话给Chunggu 然后就在前几天 Exo成员Kai在直播的时候 一直带着微笑与粉丝们沟通的Kai 突然以很严肃的表情开口说了 现在宿舍前面好像有私生 会叫警察的,赶紧走吧 看Kai的反应就能知道 之前一定有过很多次 私生来到宿舍门口的情况 然后就是在昨天 Kasimgu成员迎接 也在IG上上传了这样的贴文 拜托了,不管是韩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不要再打电话了 真的不是想要看我精神失常的话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一直打电话 真的都无法睡眠,快要疯掉了 担心,借着担心发短信 发卡通打电话 这会让我更加受到压力 让我疯掉的 只是看文字都好像能感觉到 影接的痛苦了 其实影接的这种苦恃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也是公开过 私生发过的短信截图 请求大家不要再这样了 像Kasimgu成员的情况一样 这样一直累积下去的话 精神上的痛苦真的会非常严重的 真的会很危险的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艺人的话 请不要做出伤害自己艺人的事情 然后绝对不要找理由给自己合理化 我是因为喜欢才会这样的 我是为了你才会这样的 我喜欢你所以 插你眼睛 撕你鼻孔 可以吗 什么 太夸张了 私生饭的行为就是这么夸张的 所以绝对不要有错觉 我不是私生饭 我跟他们不一样 你跟他们一样 你跟他们一样 你跟他们完全一样 总结一下就是 私生饭不是粉丝 是个犯罪者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阿宇的IG是什么意思 阿宇昨天在自己的IG现实动态上 上传了这样的内容 哇 都是好歌 首先五位是 他必须哪有我的女人的给 四位是 Exo Obsession 三位是 穷斯湾的 10秒15秒900 这首是 阿宇做词的歌曲 二位是 阿宇的 Blooming 一位是 重新用阿宇的 Chot Kyori Ni Ka 前天是 阿宇做词的歌曲拿下了 应援榜的一位 昨天是 阿宇的 Blooming一位 今天是 阿宇参与合作的歌曲是 一位 我管你们买榜买什么的 我走我的路的 阿宇 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阿宇的现实动态 韩国网民们的反应是 我姐姐超屌 就这样艺人们 一个两个开始举击吧 就围得正常的排行榜 阿十八 阿宇太爽了 这里的十八不是骂人 是感叹词 然后在前几天 美国经济杂志 POOPS公开了 年度亚洲捐款30人的名单 其中韩国人只有 艾莫利集团的总裁 跟阿宇进入榜单了 POOPS也表示 阿宇是本年度 哎呦你真是 视频时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